下面我们谈一谈 江青福 文革的这个 辐射的上海 是个生理倾向 到了73年的时候 到了70年代后期的时候 这种 简单 灰暗的 全国性的这种服装改变 江青 他有政治磨合 他有政治野心 所以 他在 叫上海的服装师 叫天津的服装师 就借鉴汉朝 宋朝 唐朝的 宫女的装束 来设计一套 他的叫国府 国府 他也知道服装的符号意义 他也知道服装的身份认同意义 所以他要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汉以来 唐朝 宋朝以来的宫女的服装 他让天津跟上海的服装师设计出一套 他认同的一种 叫称为国府 国府 结果江青在接待一时外宾的时候 突然的出现了 穿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长裙 长裙 绝对没有一点性感的 但是包包了 但是是一个裙装 是一个裙装 突然的江青 本来穿裙装也好 穿那个灰的 中山装这样的类似也好 南装也好 突然的江青穿了个裙装 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出现了 在报纸上 啪 江青接见外宾的时候 啪 出现了一个 全国都很震惊 然后当时的新闻简报 啪 放出去 江青推出了一个 在73年的时候 突然推出了一个叫 他的一个叫江青福 叫国福 他要推举他的一个身份认同的标志 推举出了他的一个身份认同的符号 一个服装的符号 这个呢 他叫 这竟然是一种长裙 这种长裙叫开锦林群 群艺 他称为国服 然后江青在74年 利用拼命供应之后 大规模的要女干部上船 要求女干部 要带头示范 所以上海纺织局 当时采取了好多措施 专门拼了布置的布料 按照江青福的国福的模式 设计了好几种ABCD 设计了好几种类型的这种 这种开锦的领的群艺 然后呢 大规模的 在74年9月份的时候 大规模的在上海 所有的百货商店 服装商店 大规模的这个 这个橱窗里面展览 展览 而且呢 要女干部带头 女干部带头 照相店跟百货店联手 你买了这个衣服 穿了这个衣服 可以到照相店里免费拍照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江青福啊 实在是 一件用叫九侧 上古叫和尚领 下阳是百字裙 领子有五寸次多 外形是蓬松肥缩 穿着是闷热拖沓 既没有武装的沙爽 又没有红装的妖老 这是夏天的 秋冬秋天的 还有长袖的 所以这个呢 当然这是漫画 这是江青的这个 穿的这个 所以这个服装啊 在一身蓝一身灰 它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老三庄的情形 当然它是一种改变 它是一种改变 因为它开始把裙装推出来了 裙装推出来了 但是这种裙装呢 非常蓬松 非常肥瘦 非常肥大 所以呢 我讲 既没有武装的沙爽 又没有红装的妖老 所以呢 它在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 到了文革中后期的时候啊 它推出来以后啊 并没有得到 很多女性的 喜欢跟拥戴 没有 所以原计划上海生产八万件 实际上投产是一点八万件 结果 售出两千件 这个两千件是上海合唱团买的 上海合唱团买的 买的 所以呢 这个江青服啊 并没有在女干部当中 在女青年当中 在女性当中 得到很大很大的拥戴 或者热爱 所以上海这么生产了 当然还有很多变形的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这个 这个制式延续下来的 其他的服装 短袖啊 什么都有的 但是都不受到很大的欢迎 但是 问题来了 因为 江青服 你毕竟是一个裙装 你把裙装给开放了 所以 你开放裙装这个服装 这个服装 很多女青年 就利用江青服的推出 大势的 在你的这个 开警林 这个连山群的情况下 他大肆做改变 自己改变 因为裙装 本来没有 不能穿裙子的 我跟你讲 整个文革当中 没有 不能穿裙子 很少穿裙子的 现在裙装出来了 所以呢 一下子呢 很多上海女青年啊 就利用这个裙装的机会啊 就自己巧妙的 改装的 利用你这个裙装的模式啊 就自己改换成 不同改换成 你的领袖风采 所以当时叫 娃娃领 西装领 明基士领 常芳领 等等等等 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所以到了75年夏季的上海 推广两年的江青服 没有得到流行 但是一些女青年 反而通过改装江青服 在大街上 在大街上斗胆的显露 深知跟风险啊 所以一到夏天的黄昏 黄昏的夏天 上海的南京路 上海的外滩 很多女青年 穿着自己改装的这个裙装 在大街上斗志显身 显示自己的深知 显示自己的风情 所以我们说 到了75 这个73 就是72年江青 73年推出江青服以后 到了73 74 75的时候 上海的女青年 大量利用这个机会 改装大的服装 走在大街上 走在大街上 所以我们说 这里面就出现了 当时又出现 到了文革后期的时候 出现了批判 其装一副的风潮 批判其装一副的风潮 这个请大家注意了 我们是从这个青年人啊 公开的以浪漫的 风流的 踢趟的 荒诞的 甚至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腿肺的这种风格 在大街上招摇过世了 请大家注意 这是我们从 上海公开出版的报纸上 公开出版的报纸上的文章当中 揭露着 关于批判其装一副的 一些名词 69年 69年的时候 混沌领 烧卖领 黑包裤 荷兰皮鞋 蓬松的中面剑 散乱的云冰 男子烫法 螺丝头 这个你们可能都比我更加熟悉 就这样的一个 一个那个 什么烧卖领啊 混沌领啊 对吧 70年 火箭皮鞋 八字胡 翻领照 沙金照 握镜照 阿飞头 小包头 日本色 蓬松的 高的松的 蓬的勾的 发型 等等等等 71年 裤鞭裤 莲腰头 尼固鞋 男青年穿女色皮鞋 一边倒的发型 这都是文歌当中 7273年 大街领 大梯带 大扭扣 女色透明 尼龙衬衫 男色大各自 腹筹衬衬衫 上装又长又裤又大 裤子又短 又包又小 喇叭裤 波浪型 发型 都出来了 66年8月23号 红卫兵大规模上街 剪包头 剪包裤 我们说69年 70年 你看 上海的报纸 所发表的 关于 批判 其装衣服的服装 我们从当中 摘了下来的 一些服装的名称 然后批判 其装衣服的理论根据 要有理论根据 这个文章 要有理论根据 批判其装衣服了 阶级斗争心动向 资产阶级 外富型 邪气 争夺青年一代 否定红卫兵 公训 这是理论一句 所以这是阶级斗争的新的表现 这是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 这是跟我们争夺青年一代 这是否定红卫兵的公训 然后 他批判的论呢 就批判的这个角度呢 什么就 生活小事论 无权干涉论 无异有害论 个人所爱论 多看习惯论 群众喜欢论 限制过言论 管得宽论 管不了论 大惊小怪论 柜台和平论 大体小作论 这说明什么 群众当中有这么多的议论 哎呀你管什么了 你大体小作什么了 你无权干涉 这是生活小事嘛 有意无害 个人所爱嘛 哎 这就说群众当中 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议论 所以我们批判是反过来讲 我们这个倒过来看 要倒过来看这个 啊 生活小事人 无权干涉人 啊 多看习惯人 群众喜欢人 等等等等 今天我们要倒过来看 当时的群众的心态跟议论 有这样的很多议论 你们不要管嘛 管不了嘛 大惊小怪什么呢 对吧 大惊小作什么呢 小弟大作什么呢 等等等等 还有呢是批判行动 什么行动呢 办专题学习班 青年人办专题学习班 办现场批造会 把一些典型的 所谓有没有流氓二非分子 拿出来进行批刀 单位举行红哨兵行动 今天你这班 你是红哨兵 你给我看一看 哪些人穿的起装衣服 这个区校里 或者厂里面啊 单位里面啊 贴上大字报 黑板报上写的小评论 等等等等 进行管 进行管理 还有一些单位里面 当时工厂企业啊 当时所谓这种 起装衣服蛮多的 工厂不好管 于是把隔壁的红卫兵借过来 早晨啪就把门口卡好 那青工来了 穿着所谓起装衣服 什么东西啊 用一个啤酒瓶 啤酒瓶 这个啤酒瓶啊 这个库管啊 能不能塞进去 啤酒瓶 那个库管能不能塞进去 塞不进 碰得过 啤酒瓶塞不进 不行 回家去换 当然还有的老师跟我讲呢 不是啤酒瓶塞进去 是啤酒瓶把它 把它这个啤酒瓶倒过来 横的来凉 差不多 是不是可以差不多 所以呢 用啤酒瓶来凉度 青年之宫的 那个 酷酒瓶的大小 说明告诉大家 社会上这样的服装 已经是非常的多了 非常的流行了 尽管报纸取出了那么那么多的这个言认 发了那么多么的文章来批判所谓其中一副 但是我们看 他这个情况是那样的一个出现 社会成为一种这样的一个流行的一面已经出现了 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们看 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 在批判资产阶级所谓生活方式 齐装一副 这样的情况下 七一年的八月一号八月二号 这是一个 我要给你们看一个文件 这个看一个文件 不知道看得出来吧 七一年八月 上海中旭红代会 关于红卫兵上街 开展抵制其中一副宣传活动的情况汇报 徐锦贤批示 亲笔批示 徐锦贤的批示 这是一个原件 原件 七一年八月 上海后红卫兵 举行了 这个 这个大规模的 这个 上街的四万多人 上街的一个活动 一个活动 请大家注意了 八月 六六年八月 红卫兵上街 是大规模的 用剪刀 用尺 就这么把 所谓包头包裤就剪掉了 到了文革七一年 到了中后期的时候 所谓 其中一副流行的时候 后期红卫兵 后期红卫兵 是五个人 二十个人一组 配上三四个 这个上海民兵 然后还有服装公司的专业人士 在旁边 在大街上开展 抵制其中一副的活动 正好是放假 八月一号 八月二号 黄昏 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 啪啪 是广播车出来 在大街上 各个区集体行动 徐汇区 南市区 黄埔区 京安区 杨埔区 哇 大街上行动 突然的在大街上出现 广播喇叭宣传 然后 当时有几个尺寸的 就不要一动剪刀 你穿一剑 怎么样 你穿两剑 怎么样 劝阻 然后 这个要你去总改 它都有一个 有一个尺寸 有一个尺寸 所以我们这里讲 这个 当时啊 也出现一些事情 也出现一些事情 比如说 那个 发现 这个红卫兵发现啊 这个 我们不是红卫兵出去吗 比如一个小组吗 晚上 盘晚的时候 那么 工人 派几个上海民兵 戴了一个藤帽 穿了一个工装 过得来 跟他们配合的 配合的 实际上是保护他们的了 对吧 就他们发现 派了两个女工啊 外面是工装 里面也是泡泡山 结果 你还知道是老街港啊 对吧 西郊公园那里 碰到一个海军 带了一个女青年 她穿的满飞的 结果去制止 那个海军是非常愤怒 女朋友 女朋友 跟他们 跟他们吵起来 提南桥 有一个警察 也带了一个女朋友 晚上出来 那个女朋友 也穿的满飞的 警察也跟他们吵起来 所以他们这里也发生一些事情的 这个报告上都有的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是 这是后期红卫兵 所以66年的破四旧 这个这次的七年的活动啊 实际上是66年破四旧的延续 他某种程度啊 我们讲 更重要的 我就在想 66年的这批青年 当时他去上街 去破四旧 去捡人家 搞不好今天 他自己就穿的起上衣服的 对吧 他后来在这个界限当中 他自己变化了 所以说 我们说 此在的起上衣服者 已不是66年面对时的 所谓摄理扬长 摩登时代 风之修殓越的 那个66年的 所谓66年的起上衣服 它是摄理扬长的 是资产阶级大染缸的 是摩登时代的 是风之修的东西 而是新天的 今天的所谓起上衣服 它是经过66年的革命造反 扫荡切断以后 重新萌生的 重新智障起来的 对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说五年以后 出现了起上衣服的社会现象 既是对66年前 上海时尚的记忆和呼唤 又是对66年以后 一身军装 天人一面的摒弃和反叛 所以我们来看 我这里请大家看一看 这是刚才讲的 这个许锦贤的这个一个报告 一个报告 这是一个报告 这是他的一个活动报告 所以我们说 这时候的起上衣服者 身上也都是青年人 66年的时候 他们或许是扫荡者 或许是旁观者 71年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也成为起装衣服者了 所以这里面 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说 71年的时候 曾经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到了文革后期的时候 还是有另外一波的 红卫兵的行动 而且是经过许锦贤同意的 也是上街的 但是他的风格 跟他的模式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但是这种行动 越来越不得人心 或者越来越进行不下去 所以到72年的时候 四红代会 再次请求批准红卫兵 7月29号 7月30号 上街行动 但这个要求 没有着落 没有人敢批 就72年的时候 7月份的时候 他们又申请了 结果 这个行动啊 是没有被批准 没有着落 没有人敢 讲批 也没有人不批 所以这个行动 没有执行 73年1月份的时候 清工业团代会 向团市委团代会反映 一些女青年开始烫法 排了六个小时的队 74年1月份的时候 上海的团员 这是冬天的时候 上海的团员 红卫兵 红小兵 深圳理论宣传破识旧的事情 结果有关部门 迅速下定 此事 紧急制停 不要搞了 不要搞 74年1月份 当时他们到敲鲁打鼓 红卫兵利用假机 到李永利宣传破识旧 结果是 有关部门宣传 赶快止住 不要搞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这个是 我们说到了这个 文革 那个中后期的时候啊 到了中后期的时候啊 他这个是一身军装跟千人念的取向啊 就是他这种宠武的审美 这种独尊武装的这种审美 泯灭红装的 一种宠武的审美 泯灭千万 千万子千红的要害啊 他是违背生活治理的 他是违背人性的 他实际上在整个文革的色年演变当中呢 越来越越来越遭到上海群众的这个 不管是变形的也好 对吧 另外的一个新的一个取向也好 他不断的在改变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这种用独尊武装 这种宠武的审美 来泯灭红装 以宠武的审美来泯灭万子千红的要害 是违背生活 违背人性的 呃 这是文革初期的中学生 老三届的宏卫兵 就是我们这个年龄 文革时候在中学的 666768 文革初期的宏卫兵 中学生 这是徐慧中学 徐慧中学 他们在看大字报 这是你看当时的女孩子 蓝长裤 夏天 白衬衫短袖子 长辫子 各自衬衫 这是文革初期的 上海中学生的服装 服装 然后你们看文革初期 欢呼毛主席 这批也是老三届的宏卫兵 在跳革命舞蹈 他们也拿着红宝书 穿着两用衫 穿着这个白衬衫 穿着塑料鞋 穿着这种布鞋 你看后面也有宏卫兵的 这是宏卫兵 他们宏卫兵领袖 他们穿的军装 带的袖装 但是更多的同学呢 不是的 更多的同学不是的 对吧 他们在操场上 跳革命舞蹈 对吧 这是六六届 六七届 六八届的 这个老的 这个在校的红卫兵 六八年 他们就上台下枪去了 这个是后期红卫兵 后期红卫兵 你看 这个后期红卫兵 他们不是带修章了 他们带一个臂章 七零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他们带一个臂章 带个臂章 红卫兵的臂章 他们在参加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会 这是后期红卫兵 你看后期红卫兵啊 也是红卫兵啊 他们穿什么 花裙子 白圣衫 花圣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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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裙子 哎 我跟你讲 都是超过七概的啊 都是超过七概的啊 就是超短裙 不是 就是短裙 还不叫超短裙 叫短裙 你看你看这个小姑娘超过七概的 后面那个也是 后面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对吧 哎 白袜子 下面没有步子 没有鞋子推着 什么 当时行的叫丁智星皮鞋 丁智星皮鞋 啊 非常时尚的 非常时尚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你看 你看这是 都是红卫兵 这是前期的 前期的 对吧 前期的 这都是原始照片啊 不是现在化妆出来的 都是当时的照片 对吧 这是你看后期的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到了六十年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社会有很大的转变 神秘取向有很大的转变 但是随着这个转变以后呢 我们讲 现在回到 我们讲 回到这个刚才 我们就回过来 回到七五年 这个红卫兵 在七一年 七二年 七三年 他们举行行动 到了七二年 不准进行了 到了七四年 他们要采取行动 也被制止了 对吧 就不要再搞了 不要再搞了 但是呢 批判资产阶级 其中一副呢 这个行动 仍然在进行 所以我们看 七五年 七六年的时候 上海团市委 不是上街去捡 他们在呼吁 你看啊 当时我在香港 做这个报告的时候 海外学生很惊奇啊 上海有这样的调查 这样的调查模式啊 七五年 七月十九号 下午 市仿着邪帽公司 在南京路 东路 南京西路 环海中路 西藏北路 西藏路 涉港 傍晚的时候 太阳下山了 在涉港 对上海女性的 作章情况 做观察记录 观察记录 这有报告 这个答案管理都有报告 一个小时 报告 群装七盖以上 一两寸的 占55% 七盖以上 三四寸 甚至五六寸的超短群 占16% 73年也做过这个报告 这个超短群就2.3% 2% 到73年的时候 你看 这个超短群 已经到16%了 七盖超过2.3寸的 已经是55%了 连那些后期红卫兵 穿的裙子 也都是超过七盖了 成为短群了 75年的超短群 它就是有这样的描写 无叉的 无尖的 紧紧包住臀部的 做工考究的 引尖 细尖 切细线 是一样 怪是一样 还是什么 什么 什么领面狭长的 领口开着 临近以下五寸的 长方形的衬衫 领头有大张开的 在养上 在箱上这个 六七条 尼龙边的 猪耳朵的衬衫 大光明电源门口 看到穿长方领的 有三十人 苏耳朵领的 有十六人 花钱 胸前胸绣花的 小包袖的衬衫 四十二人 一个小时里面 75年 有这样的观察 有这样的观察报告 观察报告 76年7月 上海团市委 组织全市的 团市委的 机关工作人员 分头在外滩 渔园 南京路 人民广场 淮海中路 闹市阶段 十点观察 报告 据报告 这个报告都在 中北一店门口 十五分钟 就有四十多个 穿着奇状衣服 离怪发心的人走过 青年 的奇状衣服 有四个特点 长 衬衫包住 藤部 尖 燕尾岭 大尖角岭 鹿 穿着透明的衬衫 里面穿着 深色的胸罩 燕 一分一身的深咖啡 深蓝色的服装 另外 我告诉大家 你们知道 上海的 有一柱 在外滩 从北京东路 到 延安东路 那一段 有一段著名的叫 秦人墙 知道吧 秦人墙 上海的房屋 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所以文革期间 上海很多人的 男女亲的谈恋爱 公共场地 就在外滩 在外滩 所以从北京东路外滩 到南京东路外滩 200米的中间 这个路段 晚上傍晚的时候 他们在那统计 200多种军体当中 有600队的男女亲人 在谈恋爱 都在这个地案上 地案上 然后一个一个数 一个一个数 600多队男亲人 我跟你讲 一米三队啊 一米三队啊 挤在那里啊 600队男女亲人 在谈恋爱 然后200队多队 动作不正常 就动作不正常 这是上海团市委的报告 76年的报告 然后我跟你说 在外滩那边 住在黄埔区 住在城隍庙那边的小学生 下午两三点钟 就开始热闹了 砰砰砰砰砰 保护器 地案上的位置 这个江边那个椅子上的位置 全部做好 全部做好 然后两三点钟 全部做好了 然后到下午四五点钟 五六点钟 黄昏了 你男女亲的台南来了 一根学高草票 换钱 八分钱 一根学高草票 我这个位置给你 一根棒冰钱 到一根学高钱 到一根大学高钱 涨价 涨价 洋葱面钱 对吧 一万九两院之前 每天都在那里等着 把位置占好 然后你来了 这个草票拿下来 这个报告也有 所以你们看看 所以到了七六 七五年 七六年 上海竟然有这样的一个统计 这样一个统计 这样的一个调查 西方学者对我讲这个调查的方式 他说很奇怪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他说这样的是观测哨 在那里调查 而我们讲的是一个社会的变化 社会的形态 讲的是一个从无的审美 在这个十年当中 悄悄就在变化 讲到上海这个城市 从北京从无的审美流行过来以后 他在这个十年当中变化 所以我们说 这样两份报告 给我们一个什么想法呢 给我们什么结论呢 就是这两份观察报告 记录的是大街上的奇状遗符 指对的是 他这个从官方的 从官方的角度啊 他指对是大街上的奇状遗符 他指的是背后里的阶级斗争 他说是阶级斗争的心动下 这是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 这是对红卫兵公顺的歪确 等等等等 他呢 一方面说明了 政治子对的虚黄跟脆弱 二方面说明了 所谓奇状遗符 确实蓬蓬勃勃 这个奇状遗符当中 有些是放浪倾托的 对吧 有些是不具行迹的 但是我们说 更大的一部分 他是在展示身知之美 展示形态之美 放浪倾托的 他可能有完事不拱 有这种调侃的这种态度 但是更多的是展示身知之美 再展示形态之美 他在创造生活 在创造美丽的姿态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 他一种变化 当然这个文革当中的性禁忌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也是很精彩的 所以我们说 正是在这些 持即彼伏的摩擦中 进退中 这种宠武的审美 以及半续的千人一面 进一见的 随着十年的这个变化 从一身军装的变形 从化迁产业的 这个生机换代 从江青福的流行 带过来的女青年 对群装的改换 他渐渐渐渐的发展对变 他渐渐渐渐的 折向他的反面 折向他的反面 而这一切 发生在四人帮 被粉碎前些的事实 可以看出 整个明星的象征 可以看出 整个局势的 一个变化的预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从66年的 宠武的审美的取向 到76年的 这样一些变化 这个是一个 辐射的变化 难道我们不可以 看出当中 社会的变化 人性的变化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 今天这个讲座 带来最后的追问 告诉我们 这个社会的变化 辐射的变化 它实际上是 预示着一个社会的变化 人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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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变化